小男孩为了搭顺风车 爬上信号灯 把绿灯涂成了红灯 竟成功骗到司机 逼停了迎面驶来的火车 男孩吃力把行李举上火车 可不等他自个爬上去 就被巡逻的保安发现了 男孩被吓得只好钻到火车底下 然而好巧不巧 火车启动了 眼看可能会被碾成肉酱 男孩显之又显地从车道窜了出来 保安这时也快追上来了 男孩赶紧跑到面前的传送带前 爬上去并迅速打开开关 虽然在到达顶点的那一刻 朝着火车一跃而下 可谓是一高人胆大 男孩名叫斯派威 之所以玩得这么大 纯属是为了离家出走 火车越过山丘 一路向东 可很快车子又停了下来 这时斯派威注意到 又有几个巡逻保安 正向着他所在的车厢走来 为了躲避追击 男孩迅速躲进了运输的房车里 保安过来检查 发现车门已经被反锁 他透过车窗往里看去 只见到三块人形纸板 但又总觉得哪不对劲 原来斯派威灵机一动 憋着气让自己和周围融为一体 幸好保安以前是个星际选手 眼神不是很好 就这样被骗了过去 斯派威这才幸运地躲过一劫 火车再次启动 心情大好的斯派威 拿着小人书练起了武术 虽然照这驾驶 与其说是武不如说是武 他甚至清了清嗓子 开始准备起获奖感言 原来他这趟离家出走并不简单 年纪轻轻的他是个小天才 只是在课堂上 听到了关于涌动机的畅响 然后就真的做出了一台涌动机 这个发明让他获得了著名的贝尔德奖 但是颁奖委要他去领奖 他却犯了难 因为他才十岁啊 所以只好扯谎是他的爸爸发明的 然而就在斯派威打算和爸爸报喜时 却被爸爸泼了一头冷水 因为他爸是牛仔 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美国的社会闲散人员 根本不信自己的儿子发明了涌动机 斯派威只好去找妈妈 他妈妈是个科学家 专业研究昆虫 每天三十个小时都泡在实验室 根本无暇顾及儿子 斯派威感觉自己是家里可有可无的存在 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 他就特别想领奖 于是凌晨就收拾行李偷偷出发 刚走出家门没几里路 父亲的车子开了过来 斯派威本以为是来接他的 没想到车子竟然直接擦身而过 这更加坚定了离家出走的决心 离家的火车很快停在了城市 热狗小摊吸引了他的注意 因为妈妈总说热狗是纯纯的海克斯科技 吃了会到莫子 斯派威不懂 所以特别想来一顿 刚付钱 两名警察就走了过来 他们是来贴寻人启事的 找的人正是斯派威 男孩赶紧背过身子 也幸好是天黑 警察都没有发现目标近在眼前 随便聊了两句就走了 但眼尖的热狗大妈注意到了 她没有揭穿斯派威 在回火车的路上 被电话亭拦下了脚步 她想给家里打个电话 在电话另一头 妈妈会激动地向她道歉 以后肯定会多陪陪她 爸爸也说 等她回来要一起用斯派威方案 给家里的田蛙水道 姐姐也说 她下次表演的戏服 要让她来参与设计 这是第一次男孩被家人如此重视 然而这不过是她 看着电话亭产生的幻想 她没有勇气 给家里人拨打这通电话 因为她知道 家人肯定非常恨她 因为是她 害死了自己的双胞胎弟弟 悲伤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 弟弟从小就能得到父母更多的关爱 在她生日那天 甚至把祖传的猎枪传给了她 而同一天生日的斯派威 什么都没有得到 说不嫉妒是不可能的 于是那一天意外发生了 等救护车赶到 只带走了弟弟的遗体 斯派威在现场目击了一切 她感到非常自责 她觉得如果不是她的话 弟弟就不会死 也是从这天开始 父母变得越来越冷漠 整个家庭也不负从前那般热闹 而斯派威无法替代弟弟的存在 所以当男孩得知 自己获得了贝尔德奖时 她想让父母为她感到自豪 然而获得的却是迎头痛击 于是她不顾危险 踏上了这场跨越整个美国的旅途 想到这里 男孩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她不明白 为什么她那么努力 依然无法得到父母的认可 这时她想起了了妈妈的日记 那是她离家时偷偷拿的 里面记载了他们姐弟三人成长的点滴 从三人的出生到弟弟的离世 从欢喜到沉重 弟弟去世后 妈妈依然下意识地会去叫她起床 然后突然意识到 孩子已经不在了 才黯然离去 她偶尔会从实验室的窗户外 偷看独自玩悄悄版的斯派韦 每一次斯派韦来找她 她总是冷漠以待 可随后便陷入自责之中 因为她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孩子 看到这里斯派韦内心五味杂陈 她何曾不是如此呢 他们都因为那次意外 内心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 斯派韦觉得自己是罪魁祸首 所以才不远万里 希望能用自己的离开 你和这个家庭的关系 很快车子抵达了终点站 男孩吃力地把行李拖下车 然后把它摊开 从里面选了一些必需品 剩下的塞进电箱 接下来的这段路程 她要轻装上阵 她沿着铁路想走出工业区 却不幸遇到了警察 看到一个十岁小孩走在这里 警察当场就想把她带回家 一听到回家这词 男孩撒腿就跑 她一路跑 警察就一路追 该说丢脸不丢脸 警察竟然还追不上一个十岁小孩 直到斯派韦跑到一道水闸前 闸门刚刚打开 结成了两段 警察气喘吁吁 正得意着 这下可跑不掉了吧 然而下一秒 斯派韦竟然朝着另一段 纵身一跃 幸好抓住栏杆 但这心惊胆战的一幕 差点没把警察吓死 他指挥男孩把脚踩在边缘上 男孩这才没有掉下去 直到断桥靠岸 男孩也成功爬到了另一边 虽然甩开了警察 但刚刚的高难度动作 也拉伤了他的肋骨 他忍着剧痛 在路边挥手想搭顺风车 幸运的是 一台红色卡车停了下来 好心的大叔得知斯派韦身受重伤 就叮嘱他好好去医院疗伤 然而得知一切的来龙去脉后 他哪怕绕路 也决心要送男孩一程 一宿过去 斯派韦成功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 斯密森学院 斯派韦来到前台 当他说他是来领奖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相信 因为他只是个十岁的小孩 主管问他的父母呢 男孩回答得很干脆 死了 他是孤儿 真是笑死个人了 直到斯派韦淡定地向众人解释了 涌动机的原理 此话一出 主管的眼睛亮得都快发绿了 他明白眼前的小孩指定不简单 斯派韦的身份被坐实 主管便带着他来到颁奖典礼上 在这里所有人都为他发明的涌动机 感到惊诧 上流名员们都围了上来 但男孩一眼就看出来 这些人其实都在假笑 等所有宾客到齐 男孩站上了领奖台 他告诉了在座的各位三件事 他感谢颁奖韦没有因为他是小孩 而取消他的资格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二 涌动机并不是真正的涌动 更像是一种小把戏 只能运作400年时间 第三 台下的各位都傻了 想不通男孩为什么要在这里 提起这件事情来 事实上 男孩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到这里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也是为了站在最高处 说出自己的忏悔 他告诉大家 他和弟弟虽然是双胞胎 但两人之间却天差地别 他头脑更聪明 喜欢古道研究发明 而弟弟身体更健康 是父母眼中的继承人 所以爸爸才把珍藏的猎枪交给了他 斯派维为了能和弟弟一起玩耍 他才想制作一张枪声声波图 却没想到这一举竟然害死了弟弟 所以在这之后 他才把意外的起因都归结于自身 而他一直希望的是 自己能得到惩罚 不是默然的对待 他真挚地忏悔 感动在场的观众 与此同时 主管也嗅到了商机 有着悲惨过去的天才少年 这得带来多少经济收益啊 于是他开始带着懵懂的斯派维 做起了营销 从广播节目到记者专访 一套有一套打下来 斯派维彻底出名了 但这真的是斯派维想要的吗 荣誉非他所愿 他只是在用成为傀儡的方式 来惩罚自己罢了 他正在渐渐地失去自我 主管安排他参加一档很火的综艺 上台前 他要求男孩 隐瞒弟弟死亡的真相 突出自己的无辜 男孩懵懂地答应了 他在台上面对主持人 步步紧逼地提问 牢记主管安排的 敷衍地答了过去 却不想节目组 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惊喜 那就是斯派维的妈妈 斯派维一见到妈妈 就立刻向他道歉 因为他觉得妈妈 是来兴师问罪的 可妈妈却说 其实家里的所有人 都觉得是自己的错 但至今没人愿意敞开心扉 这一刻 母子二人终于解开了心结 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然后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节目现场 主持人觉得节目效果了 还追在后头 试图揭开两人的伤疤 结果斯派维的爸爸走了出来 他不善言辞 但往往这样的爱最为直接 他背起斯派维 给了孩子一个宽阔的港湾 男孩也抓起父亲的帽子 戴到了头上 他终于有自信成为自己 而不是弟弟的替代品了 影片到此结束 人类创造了这么多指角 但他们的行为却复杂又荒谬 这是斯派维在电影中的一句台词 正如他所说 很多时候大家总是不愿意敞开心扉 才在最终早就了误会 兜兜转转后意识到 其实一切都很简单 但是要因此 是什么 我们的谜兔 真的很简单 就是我们谜兔